Hello,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顾问Howard 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BC省的树立教育局 首先呢,我在YouTube,小红书,Bilibili和知乎呢 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的相关资讯 如果大家决定有帮助的话,请关注点赞和收藏 另外的话,大家如果想咨询加拿大移民或者是加拿大留学的话 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取得联系 那今天的话题的话,我会分四个部分和大家分享 第一部分的话,还是苏理教育局的简单介绍 第二部分的话,是关于苏理教育局的择校指南 第三部分的话,是关于苏理教育局的申请流程和时间线的规划 最后就是关于苏理教育局的留学成本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也就是苏理教育局的简介 那我们看这张图,这张图的这个右侧的话 它是整个BC省的所有的教育局 它是以数字来这个划分的 那左边的话就是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温地区的一些教育局 那我们再把它放大一些的话 可以看一下苏理是这个,在这个位置 然后它的编号是36号 那苏理公立教育局的话,位于加拿大的西海 当然了,BC省是位于这个加拿大的西边 它距离温哥华市的话,有30分钟的车程 距离美国华盛顿的西雅图,有2到3个小时的车程 那这个苏理公立教育局的话 是在这个BC省的这个苏理白石和巴安斯顿岛经营学校 它是BC省最大的学区 包含着这个103所小学,21所中学 该学区呢成立于1906年 但是第一所学校的话是在1882年开办的 当你知道学校的地址以后 如何找到这个对应的学校的话 因为BC省的这个功能 所有教育局都是用的同一套系统 所以大家输入地址以后呢 就可以显示将要就读的学校 那在苏理教育局的话 有两所这个学校提供这个IB课程 那第一所学校的话是11和12年级 那第二个学校的话是8到12年级都有 那有12所中学提供AP的课程 当然呢提供AP课程的话 有的学校的话它只开设了一门课 比如说微积分或者是物理或者是艺术 那这个学校的话我也把它算作了提供AP课程 因为有的学校提供的AP课程 总类是比较多的 那我们在了解所有的学校之前的话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关于小学和高中的名称 那小学有的叫Public School 有的叫Elementary School 有的叫Junior Public School 有的叫School 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高中的话有的叫High School 有的叫Secondary School 有的叫这个College 有的叫College School 有的叫Academy 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 名称上没有说因为名称有学校好坏的区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数理教育局的择校指南 很多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当然要考虑这个留学的成本啊 环境啊 然后孩子的适应性问题啊等等 当然在考虑完这些因素以后呢 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尤其是在关于加拿大K到12的时候呢 可能会面临着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我是选择公立学校 还是选择私立学校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这个教育局范围内有IB和AP 我是否有必要选择IB还是AP 第三个就是关于这个FISA排名 我们来首先看一下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 那首先的话 加拿大92%的学生的话 他都是就读的是公立学校 8%的孩子呢 是就读的私立学校 那公立学校的资金来源的话 是政府国款 那私立学校的话 主要是学生的学费 校友捐款 学校基金会的投资收益 以及社会团体的捐赠 另外的话 BC省的话 他的私立和独立学校的话 是可以接受政府的资助的 但是比例不超过50% 那这个画片的原则就是公立学校的话是画片 类似于国内的一个学区 但是和国内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你不需要买房在这个区域 你租房也可以在这个区域上学 那另外的话就是私立学校的话 他就没有区域的限制 学费来说 公立学校对当地学生是免费的 那对国际留学生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 这个他公立学校的学费是比私立学校便宜的 当然呢 我们也有知道有一些私立的教会学校 他的价格会比公立学校还便宜 那学习压力上来说的话 就是公立学校是比较小的 那私立学校是比较适中的 另外的话 在BC省 因为他没有这个天主教的公立教育局 那大部分的私立教会学校的话 是属于私立学校的概念 在了解到加拿大的这个K到12的学校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接触到两个组织 或者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组织去找到相应的学校 那第一个的话叫加拿大认证独立学校 CAIS 它呢是一个加拿大全国性质的非盈利协会 主要收入了一些这个独立学校 那就是说这个独立学校的话 可以理解为私立学校 但是它是以非盈利为性质的 我们大家熟知的一些特别顶级的这些私立的学校的话 都包含在这个非盈利的这个组织里面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加拿大公立学校协会 它呢是有加拿大的128家的公立教育局组成的非盈利协会 所有的会员的话都开设了国际学生的项目 包含着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年级的课程 接下来大家考虑一个话题就是IBAP还是普通学校 那这个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那比如说 因为在申请学 大家那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说 在申请学校 未来申请大学的过程中 那IBAP和这个普通学校有没有太多区别呢 有肯定是有的 但是就是说从成绩这一块来说的话 它主要看的是你的这个高中的成绩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普通的成绩是90分 你的IB或者是这个AP换算过来是80分 那它肯定优先于90分的学生 但是如果你的IB是90分的一个概念 那你的普通学校的这个成绩单也是90分的话 我觉得它会优先录这个AP或者是IB的这个课程的学生 为什么呢 因为原则上来说的话 IB和AP是比普通课程会难一些的 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IB课程 那IB课程的话 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非盈利机构 IBO管理的一个联盟吧 它现在在全球的126个国家的2000多所学校中呢 都有这个IB的课程 IB课程呢 有分为三大类 分别是IB早期IB中期和IB的高中课程 那我们主要是指的是IB的高中课程 那AP这个体系的话 它是来自于这个美国 它呢是一类高中生可以参加大学程度的考试 如果考试成绩好的话 进大学后可以免修相关的课程 那这个AP的开展的学校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网址找到 当然呢 这个网址上面信息有些更新或者不准确 或者是有些学校的名字在这个名录上面 但它其实没有开设相应的课程 所以大家记得找到目标的学校的时候 和学校确认一下 那IB和AP有什么区别的话 首先明确一点就是IB的话 它是一个两年的完整的一个课程体系 而AP的话它只是一个考试 那作为考试来说的话 它你可以有各种方式学习 可以通过学校学习 自学 网上学习 或者是找这个培训机构学习 而IB的话因为它是一个课程体系 它只能在IBO指定的这个学校 进行IB课程的学习 那第三点就是选课 那AP的话没有限制 那IB的话是有限制的 整体上来说的话 就是IB适合不偏刻的学生 整体全面发展的 而AP的话就是说 我可能强在理科 那也没关系 就是说你可以只报考理科相关的一个课程 如果大家的目标的话 是关于加拿大的私立学校或者独立学校 那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第三方网站 找到相应的信息 它有一个学校对比的功能 可以提供不同维度的一个建议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菲萨排名 它是基于加拿大菲萨研究所的评估体系 使用一系列指标的话来评估学校 目前的话只有四个省份的话 参与了这个评估 分别是魁北克 安省 BC省和阿尔伯塔省 那魁北克的话 它只有高中的一个这个字标 那如何找到这个信息的话 很简单 大家上到这个菲萨排名的这个网站 然后选择ranking 进来以后呢 先选择省份 然后呢 再选择这个不同阶段的教育 那选择完不同阶段以后呢 再根据城市或者是学校的名称 做一个搜索 当然呢 我觉得它的搜索系统 做的有点问题 就是有时候 你在输入一个学校的时候 太长名字的学校的时候 它有可能会搜索不到 那你就用里面的这个部分的 学校的名字的部分 来搜索的话 可以搜索到 那我们之前讲过 那bc省的话 主要是可以 大致可以化分为两个阶段 分别是k到7的这个阶段 和8到12的这个阶段 那在bc省的话 k到7的话 大约有1000所的小学 那在8到12年级的话 有300多所这个高中 那就是我个人认为的话 就是排名前30%的话 学校一般是不错的 所以请供大家 作为一个参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树里教育局排名前10名的小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大家来看一下 树里教育局的这个高中 那他这个 高中的话排名相比来 西温啊 或者是我们刚才看的 列子文教育局的话 就会略低一些 但是我觉得 这个学校还是不错的 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选择 当然呢 树里这个地方有一个 可能大家不是特别喜欢的点 就是印度人的比例比较高 然后这就是这个 上一页是 这个前面一件的高中 后面是第二页 就是剩下的高中 大家可以做一个了解 那前10的幼稚高中的话 我给大家也列出来了 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它的分布的话 大约是这样分布的 分布在树里 白石 含有这个 这个区域附近 那第三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树里教育局的 申请流程和时间线 申请流程的话 每年的11月25号 开始开放申请 每年的第二年的4月30号 截止当年9月份的申请 那整个时间线的话 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吧 就是我个人认为 最好的话就是提前一年 就开始准备 那9月份的话 就可以开始确定入读的学校 准备学校的各种资料 那11月份到4年的3月的话 就是获得学校 教育局 学校的录录取 缴纳学费 或者正式的录取 接下来的话 就是准备签证材料 强化语言的学习 拿到签证以后呢 准备出行事业 另外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有些教育局会要求 更新签证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记得更新 最后就是学校一个报道 那换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四个方面 分别是资料提交 拿offer 申请学签和报道 材料的话 和其他的教育局 大同小异 那有分为这个申请表 过去两年的这个成绩单 申请费 学生护照的扫描件 再度证明 这个疫苗注册记录 推荐信 还有这个免责协议 和监护人的基本信息 那如果大家在准备 材料的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offer资料的过程中 可以去参考我之前做的视频 那大家需要这个协助办理学习签证的话 也可以通过 这个之前我提供的二维码扫描 来联系到我 当然也可以留言 第四部分是关于这个 数理教育的留学成本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这个申请费 我没有看到 但基本上的话 基本上都是200到400不等 那他的这个 他的申请费 包含在整个这个package里面 他的学费的话 是16700这个加币 包含着申请费 这个学费 保险和入学指导费 那他的整个成本和之前 也是差不多的 再加上各种生活费以后 我觉得一年的成本 可能在4到6万加币之间吧 这就是这个BC省的一些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些教育局 那我在后面的视频中呢 会录下给大家介绍到 那我在YouTube小红书 Bilibili和之后呢 都在分享加拿大移民和加拿大留学的相关资讯 如果大家需要啊 这个在加拿大移民申请和加拿大留学方面有需要协助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的下面的二维码与我取得联系 那我们下一期的话 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教育局 就是来历教育局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